浩門八點檔,港星一直在 大家好,這女是立平如冤 在香港有著搗船之父之稱的江湖傳奇人物葉壽 10月27日,在自家遇了撤死,享年79歲 據施護公事在想午七點發現葉壽再在床邊 當時的葉壽身體僵硬,護公以為他粉埋了 救護人員趕到現場後,確認葉壽已經去世多時 現場並沒有可疑之處 葉壽早年開創搗船生意,生意越做越大 還涉足澳門賭業和賭王何鴻新關係密切 在江湖上有著很高的地位,人稱搗船之父 不僅是在香港人物極廣,雙色滿天下 在澳門博彩業這一塊也有涉足 而江湖大佬在後期都已經轉型做正經生意 所以又與不同產業的商界大佬相識合作 此次葉壽離世,到場並且送來花圈的非江湖人士 只是一小部分疑異 實際上他有過交情的明星藝人 商界大佬多不勝數 比如成龍在2001年兩人就已經合照過 當時成龍王偉他簽名 另外葉壽甚至還與年輕時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相識 也曾經一同合照過 據悉,葉壽原本打算復出經營郵輪生意 沒想到卻先走一步,葉壽收了很多干兒子 干兒子對他非常孝順 他退休後,干兒子們還不忘給他過壽 2019年葉壽75歲大壽 干兒子們操辦壽宴,大把賢席 據說擺了一百多席,現場星光陰陰,來了很多明星 其中就包括陳惠敏,黃夏衛,尹陽明等人 當時葉壽身體還很好,還和現場的眾星們一起合唱 TVB藝人關浩陽也在微博曬出多張和葉壽的合照 宋別島船之父,關浩陽寫道 今天前往宋別島船之父 願在遠方的你繼續開心唱著你最喜歡的歌曲,My Way 如今時間半個月,他的家人為他在香港九龍世界殯儀館設令 由於葉壽生前不僅是在江湖得高望重 實際上在香港不同的領域,包括商界、娛樂圈都頗有名氣以及地位 所以追悼會現場相當熱鬧還需要相關單位出動人力來圍持秩序 江湖傳奇人物離世,現場的局面可想而知 各方江湖人士都來宋別最後一程,甚至不發明人、藝人的身影 而一些有頭有人臉的人物不方便出席 所以借宋來花圈以表達心意 不管什麼說,能夠再離世之後讓香港各界以不同的方式來致意 說明葉壽很有威望與地位 各路人物陸續延伸葉壽靈堂致敬 其中比較熟悉的有一代打聲陳惠敏 以及香港十大傑出青年陳慎之 現年78歲的陳惠敏身體狀況欠介已經需要拐杖助力 哪怕是這樣他都要前往宋別業壽最後一程 說明兩人的交情還是頗深的 陳惠敏雖然如今被稱為是武打明星 但實際上在成為打聲之前 他也有運職江湖的經歷曾經從市獄警的工作界而接觸了江湖人士 自己後來也加入了江湖黨派 並且橫黑黑有名也算是半個大佬 當天陳惠敏主著拐杖趕到現場和眾人打完招呼後 便進入靈堂祭拜業壽雖然已經77歲了 陳惠敏的狀態依舊保持的很好 整個人看上去很銷售 但是蒸氣神狠足得益於他年輕時經常鍛煉習武 除了陳惠敏之外 已經從梁的昔日江湖猛人陳慎之也到長送別 陳慎之曾經在60年代 視江湖大佬 愛好茅等華 各種作奸犯科的事情都做過 兩度入獄並且戒毒成功之後 成惠了反毒品以及教化工作人士以此生經歷去雪教 勸解迷途人士甚至化解江湖矛盾 而因為對社會貢獻良多 還被評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陳惠敏與陳慎之都已經遠離了江湖 但是這些曾經在江湖想遊蕩過的人士 都肯講究情義意志 所以葉壽離世他們會來送別最後一程 這就是情義的體現 這次葉壽設靈現場來了很多江湖大哥 陳惠敏在眾多大哥的隨行中來到靈堂 從現場其他大哥見到陳惠敏的態度 就可以看出他的江湖地毀了 和一些港劇中演的出入並不是很大 大哥風範十足 在葉壽的葬禮現場 不僅是有昔日的江湖猛人現身 也有如今的娛樂圈人士前往宋別 比如范振峰、李宗熙 這些藝人與葉壽應該都有過不同層面上的交集與往來 或是因為採訪需要疑人士 或是因為某些合作而認識 重點是他們都是自由身 所以無需顧忌 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商界的大老闆們 包括林健我等人送來了花圈 以表達哀悼之情 說明這些商界大老與葉壽有交情、有合作 當然雙方基本上都是商業方面的往來 如今合作夥伴李勢 表達敬意也合情合理 但這也無不說明葉壽有百走 每個走都伸得很長 這次葉壽設令最忙碌的要數警方了 因為現場江湖大哥息數到場 警方派出了數百警員 嚴守殯儀館的各個出入口 來往的車輛 以及出入殯儀館的人員都會進行檢查和登記 至於為何會有如此場面呢? 這就不得不要仔細了解一下葉壽的過往了 他曾經是賭王何鴻燊的得力助手 幫助何鴻燊解決當地很多地下勢力的矛盾 同時他也是新以安龍頭家族的貴人 當年向華強向華聖兄弟入境浩江 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持拼賭業半個世紀 年輕時被稱為愛維之王 後來轉行又被稱為賭船之父 他在黑道上猶人有餘 在波濤洶湧的商業風暴中壓立不倒 坊間又稱之為江湖不倒翁 葉壽在香港出生 只有父母就供其上學 讓他接受良好的教育 眼睛裡滿滿的望子成龍 可葉壽對讀書卻不是狠熱衝 整個學業下來 令葉壽感興趣的是村喉的排狗 翻攤等等 常年混職於搭檔之間 以至於他早早地出來 做起搭檔生意 葉壽在排狗和翻攤的圈子裡頗有聲望 這一點 深得劉榮駒的欣賞 劉榮駒可是個大人物 他叔叔是劉福 劉福是最早的一批話探長 在電影一代 《梟雄三之奇女》鄭側視便將劉福演繹得活靈活現 吳憶探長呂樂便是劉福的佈下 早年呂樂能上位 劉福也是有出力的 而劉榮駒本身是江湖中人 再加上叔叔劉福的助力 這就造就了劉榮駒 能一直在黑白兩道之間 黃可無記的特質 葉壽雖然比劉榮駒少14歲 但劉榮駒較有廣泛 並不會因為年齡 而與葉壽產生年代距離 相反劉榮駒與葉壽性格十分契合 兩人的感情那是相見恨晚都不足以形容 葉壽在劉榮駒的影響下 在人情細故方面十分圓滑 有劉榮駒這個好有罩著 使得葉壽在黑白兩道之間也十分吃得開 劉榮駒與葉壽合夥 早見了聯工樂社團 聯工樂的成員起初以碼頭工人為主 控制大部分香港水路極為強勢 葉壽更是經營外圍馬腰前萬貫 因此被稱為外圍之王 70年代中期劉榮駒的關係不頂用了 正值一年前老賭王虎老傭過世 何鴻燊趁虛而入 聯合霍英東老爺、賭姓葉漢 共同成立奧魚公司 將軍豪江賭業 並一舉拿下賭牌 從此便有了賭王何鴻燊 經營賭廳者等農舍混雜的地方 難免就要與江湖人打交道 江湖女有講義氣的人 卻也有亂七八糟的人 何鴻燊的想法是扶持一伙江湖人 來制約其他的江湖人這個策略 扶持誰呢? 在當時 這位大區哥劉榮駒 以及他背後的聯工樂社團那是首選 蝶馬制度與貴賓廳應運而生 幫匯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從那以後 香港的各個社團和內地的大圈邦街紛紛加入戰局 相比於香港社團的勢大 大圈邦的狠辣 澳門社團這邊手有劣勢 也因此何鴻燊對葉秀與劉榮區更加看重 也是在那個時期 崩牙區黃空出世 擊退摩鼎平 又與水防拉聯手 驅逐了香港眾社團 愛幻沒了 內亂卻開始了 最終在1998年的時候 崩牙區被捕判了13年 才算告一段落 而在這段神仙打架的時間裡 葉秀並不與人衝突 而是憑著以和惠怪的理念與人打交道 堅持有前大家一起賺的概念 也因此江湖人對他都十分服氣 同時葉秀靠著江湖關係 也為何鴻燊解決了很多麻煩 何鴻燊還暗地裡買下了天龍星郵輪 是當時最大最豪華的島船 隨後天龍星轉到了葉秀的手上 在葉秀經營島船的這段期間 扶持起不少江湖猛人 同時何鴻燊早已對澳門社團壟斷貴賓廳的碟碼生意有所不滿 葉秀更是為何鴻燊引入香港社團來濟走澳門社團 不難看出 他早已將以和惠貴這四個大戰偷料 也憑著這一點葉秀在江湖中地位超然 他為人又喜歡結交朋友 因此又不少人拜他為義父 2002年何鴻燊手頭那張讀一份的島牌被一份慰錄 海內外各路富豪紛紛入稿 何鴻燊一家讀大的局面已是一去不復返 而工成身退的葉秀生活十分有限 偶爾若想有人小穿幾杯 偶爾戴著安全帽到河邊釣釣魚 保持一貫的低調作風 很少出現在公共場合 而葉秀過於低調 低調得像老人 如果不是如今在場仲偉江湖大佬的襯托 誰都看不出葉秀曾經在澳門島壇 持拼了大半個世紀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裏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